宣洩還要嗎?對身心有什麼幫助? 當人有些事情發生後,又不想向身旁認識的人傾訴。 長久藏於心果,那種感覺是什麼? 對身心、情緒上有什麼影響? 網上,例如YouTube近年有網站,讓一些有問題的人。 經變聲後,將隱藏多時在心中的問題傾訴。 雖然主持人未必能夠為當事人提供解決方法, 但部分當事人表示,載說出事件後, 多年在心中的鬱結。此事得到宣洩,心情好得多了,問題來了。 1、為什麼大多數人不願意向認識的人傾訴 一些發生過的難忘經驗,而向素未謀面, 例如網台或電台封面節目傾訴? 2、一些發生過,而又不便向認識的人傾訴 而藏於心裏,久而久之,會造成什麼影響? 3、這是其中一種宣洩,對人的身心重要嗎? 今日,我們就以上三個問題逐一探討。 1、大部分人不願向熟悉的人述說一些難忘的經歷, 可能是因為他們擔心受到評判、誤解或隱私外洩的風險。 2、與陌生人交談時,人們可能感到更自在, 因為他們不必擔心與之交談的人會對他們產生直接的影響。 此外,與陌生人交談也能提供客觀的觀點和情感上的支持, 因為對方不受任何偏見或以形成的印象的影響。 2、長期將難以啟齒的經歷藏於心裏可能導致情緒壓抑、 招累、抑鬱等負面情緒的積累。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情緒可能會逐漸加重, 對個人的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此外,長期的內心惑益還可能影響到人際關係和日常生活, 使個人感到孤獨,不被理解或難以釋懷。 3、宣洩是一種釋放內心惑力的過程。 通過向陌生人傾訴,讓個人有機會表達內心心處的情緒和經歷, 減輕心理負擔。 在心理學上,宣洩對人的心心健康至關重要。 它有助於減輕壓力、緩解情緒、提升情緒調節能力, 並可能促進個人的成長和自我形姿。 透過宣洩,人們可以更好地處理情緒, 促進心理健康的維護和提升。 總結讓我們遇到令精神不愉化或困擾事情。 應向別人傾訴或尋求專業人員協助。 不應藏於內心或鑽牛角尖, 這可能造成不良後果。 好了,這條片到此為止,下星期再見。 感謝您觀看此影片,如喜歡此影片,請免費訂閱,點讚,留言及傳閱,謝謝您。